末世来了 因为很馋红烧肉 我发现我变成了神笔马良 只要用我的平板画画 我画的东西就会成真 靠这项艺能 我实现了末世的实物自由 更凭借我的骚操作大战丧尸 上交国家 拯救世界 这是末日全面来临的第六天 我看着手里散发着香气 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 世界观塌陷 我叫林宇 六天前的夜里 国家发布了紧急新闻 末世来临 部分人类发生变异 具有攻击性 倡议居民全体静默 非必要不出行 作为一个耸货家宅女 我靠家里的两包螺丝粉 和四包火鸡面苟到了今天 然而 就在刚刚 我吃完了柜子里最后一包火鸡面 家里只剩下一把挂面 和小半袋米 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留下了痛苦的泪水 不是呃 是馋的 好想吃芝士玉米粒 鸡汁土豆泥 黑椒牛里脊 黄焖辣子鸡 红烧排骨醋酱鱼 还想吃苹果香蕉葡萄梨 如果可以 再来点新鲜蔬菜也可以呀 甜甜垃圾食品和纯碳水 我都开始便秘了 呜呜 停止悲伤 节约能量 痛苦让我想起了古人的智慧 画饼充饥 望眉止渴 我找出我的平板 打开画画软件 信手 我就画了一个大苹果 以我小学生的画画水平 画一个大苹果 毫无压力 我望着屏幕 嘴角流下泪水 仿佛已经闻到了苹果的香味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呜呜 对食物的渴望让我无心画下去 我保存图片 扣上平板 唉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一定要对上周被我放坏的那头苹果说 我爱你 突然 眼前白光一闪 一只左高又低的苹果出现在我面前 这形状让我十分眼熟 我画的苹果成真了 没想到 末日来临后 我拥有了异能 我画的东西会成真 没错 就是传说中的神笔马良 在唯物世界出现这件事 显得有点诡异 但想到丧尸都出现了 我接受的十分良好 经过一下午的实验 我初步掌握了这项异能的使用规律 只能用平板画 画在纸笔上无效 画完之后将文件保存 画上的东西就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文件反复保存后 每次保存都可以生出实体 我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这下 我再也饿不死了 一下午 我画出了苹果橙子和香蕉若干 美滋滋地吃了顿水果宴 并积极展望着接下来的美好生活 我赶紧把平板拿去充好电 还追什么剧呀 以后就靠你吃香喝辣了 然而 第二天下午 食物成真的前提是要画得像啊 但以我小学一年级的画工 顶天也就只能画画苹果香蕉了 但水果不能吃一辈子吧 我好想吃红烧肉 呜呜 对着平板画了一下午 我得到了一碗石块 若干看不出形状的东西 这样不行 对食物的渴望让我灵机一动 有了 我不会画但别人会呀 我打开视频网站 迅速搜索起红烧肉的画法 画画不是你想画 想画就能画 好在 黄天不复吃货人 经过两个小时的学习 我得到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 以及一碗米饭 文件保存后 我拥有了无限的红烧肉和米饭 呜呜呜 当晚 吃着久违的红烧肉拌饭的我 留下了欣喜的泪水 我觉得 可以在默示横着走了 确信脸 毕竟 只要有吃的 我可以一辈子不出门 然而 现实告诉我们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默示第七天 我刚吃饱饭的第二天 猝不及防地停电了 并且在两个小时后 仍然没有来的迹象 小区楼里一片哗然 在华国 你可以永远相信国家机器 漠视到现在 除了小范围的骚乱 还没有发生很大乱象 至少在最开始两天的艰难抵抗 清除丧失之后 小区里还是安全的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但经过前几年的流行病毒 现在谁家没囤着足够的米面油盐 足不出户 在小区里能活半年 实在撑不住的 还可以打救援电话 但现在 最基础的民声 电 突然停了 要知道这可是无论台风地震 都全年响应的电力系统呀 外面全是吃人的丧失 谁敢出去修呀 没电 就开不了火 点不了灯 上不了网 通不了信 无数恐怖的画面出现在心头 小区里的喊叫和哭声 让我觉得大家崩了 我也很崩 由于昨天试验太多次 睡觉之前忘记给平板充电 现在它马上没电了 早知道这是一场梦 醒了很久 还是很感动 不行 我要让命运知道 我不认输 干饭的心是不会死的 即使没电也不会 我冥思苦想 突然想到 找有个人肯定能解决 我用袋子罩住一碗红烧肉 站在邻居家门口 敲门 等他开门的时候 警惕的左顾右盼 这可是12楼 应该不可能有丧尸吧 我这几天都没听到动静 门打开一条缝 露出一个黑色卫衣冬帽 底下一张苍白瘦削的脸 气质像急的吸血鬼 嗨嗨 我轻咳了两声 邻居 你有充电宝吗 他眨眨眼 沉默不语 我赶紧把捧着的红烧肉 往前烧了烧 一副黄牛票子要罚的模样 红烧肉 给你换一个满电的充电宝 成交部 这可是我家冰箱里 最后一块肉了 你换给我一点也不亏 我知道你肯定有 我感觉他嘴角抽了抽 似乎有点无语 定睛一看 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 苍白吸血鬼模样 嗨他说了句 关门 转身 我抱着红烧肉 望眼欲穿的盯着门内 五分钟后 他拿着一个充电宝出来 很厚的 居然是两万毫安的 一手交货 一手交肉 白玉一样的手 从黑色的卫衣袖子里伸出来 一下戳中了我这个手控的心 但干饭的诱惑掉在前面 让我完全忘记南色诱惑 留恋一下递出去的红烧肉 便抱着充电宝嘿嘿嘿 仿佛他才是我的梦中情人 谢了邻居 干饭干饭 我要回去做吃的 不 是艺术创作了 我一度怀疑我邻居是黑客 这套房子 是父母去世之前 竭力给我交的首付 一提两户的户型 搬进来那阵 我正加班的天昏地暗 有天晚上快十点钟 我气喘吁吁冲进单元门 电梯门刚好要合上 我一个箭步冲进去 迅速按了十二 才来得及长出一口气 电梯门合上 我侧头 才发现身后站了一个人 黑色连帽卫衣 都帽紧紧盖住脸 个子很高 瘦削 浑身散发着一种灰暗的气息 两顽黑色的眼睛 从额发下露出 平静地看着我 我迟钝地回头 才发现除了我按了十二 没有一个按键亮着 如芒在背 密密麻麻的气皮疙瘩 在我背上窜起来 我两股战战 赶紧拿起手机发语音给朋友 宝贝我在电梯里了 你等一下记得给我开门哦 身后一束探究的视线 我假装不经意地回头看 正对上他幽深的目光 我靠 我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 却见他缓缓伸出手 在侧边按了十一 再安静地垂下目光 刚才停止的心跳 这才重新跳动起来 我平住呼吸 看电梯在十一楼停下 果然 他迈了出去 喵得吓死我 看着电梯门合上 我粗喘一口气 一到十二楼 我赶紧冲出电梯 心里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脚步绵软了一下 突然听见消防通道 传来微不可闻的脚步声 我恨我的耳朵 一瞬间 各种悬疑电影 杀人分尸案的画面 已经出现在我眼前 我强装镇定 继续对着手机语音 宝贝我马上到门口了 快来接我 好累 耳朵里的脚步声停下来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进家门 繁锁好门贴在猫眼上看 同时手机编辑好报警短信 按在发送件上 十分钟后 他出现在走廊里 我瞪大眼睛 看着他站在隔壁房门前 掏出钥匙开门 隔天出门 门口放了一兜小区门口 看病人的水果栏 内涵贺卡 抱歉 字体间隐约有些局促 邻居就这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搞得我忍不住注意他 这人咒服夜出 脸色是不见天日的苍白 常年戴着帽子 看不见正脸 偶尔会有一些神秘人 悄悄过来找他 我透着猫眼 悄悄往外看 还见他们搬各种机器 电脑什么的 隔壁的电表 更是走得飞快 我有时候都怀疑 他是不是悄悄在挖比特币 根据我纵横网络多年的经验 这人90%是个黑客 吓得我根本不敢用万能钥匙 去偷隔壁的WiFi 偶尔在电梯遇到 更是友好的不能再友好 黑客这种人脉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看 这不就换到充电宝了吗 抱着充着电的平板 我笑得美滋滋 不过他的手还真好看 真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 我脑海里 瞬间勾画出一个神秘黑客的形象 这次的电 在第二天中午才恢复正常 本市新闻里 主持人正严肃的通报消息 近期又发生了许多丧尸感染 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局部瘫痪 政府和军队正在努力恢复秩序 呼吁民众减少外出 做好防护 近期政府会统一做物资供应 业主群里发表各种言论的都有 自杀论 逃命论 瞅国害人论 上天给人类的报应论 反正都要死不如反目爽论 说实话 能到现在还保持平静 已经是华国社会高效运转 人民默契合作的结果 末时刚全面爆发的两天 不少人失去了亲人 到现在 大家的心态还是崩到了极致 我抱着平板 犹豫了很久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计天下 我现在勉强算是达了吧 虽然因为话机问题 没办法随心所欲 但也活得非常滋润了 下定决心 我在平板上画了三种最常见 也最简单的蔬菜 白菜 土豆 西红柿 再反复另存 另存 很好 一个小时候 我得到了一屋子的蔬菜 水灵灵的模样 在末世一周后的今天 绝对代表着希望 夜猫子 我熬到晚上一点 穿着雨衣 找出之前买大了忘退的增高鞋 拖着我的28寸行李箱 偷偷从安全通道 溜到物业门口 我都快以为自己 是在杀人抛尸了 好在 自从出了丧尸 我这般狗狗碎碎的行为 根本算不了什么 前后拉了五趟 东西才被我全部运完 再找一个微信小号 混进小区业主大群 常年混迹网络的人嘛 哪能没有几个小号呢 我装成热心大哥的样子发言 兄弟姐妹们 志愿者们 刚刚运了一批新鲜蔬菜 到物业门口 大家快组织物业分一分啊 我刚看了 新鲜着呢 附两张全方位物资照片 防止物业贪污 一瞬间 群里热闹起来 感谢政府 没有放弃我们 哗哗哗 这就下来 今晚我们加个班 给大家送一送快一周了 终于能吃到新鲜蔬菜 感动 我望着群里的发言 扑到床上抱着被子傻笑 有一点金手指救人的成就感了 业主们的动作很快 为了防止人多聚集 引起小区门外的丧失骚动 几位志愿者自告奋勇 按照户数分了菜 装好物资袋 挨楼层送 邻居身居潜出的缺点 这就出现了 我打开门时 指我门口有物资袋 隔壁空空如也 突 想到对方送的充电宝 我抱着我那一袋物资进门 待了两分钟 出门去敲隔壁的门 邻居 政府送的救援物资 给你 黑客同学冷漠的眼神 从我头上扫过 落在新鲜的蔬菜上 拌上 伸出手接过 谢谢 声音和我想象的一样沙哑 一听就是不经常说话 但却相当好听 而且一点也不起跑音 我抬眼小心去撇他的下巴 根据我冲往纵览 无数美人的经验 凭邻居的骨相 绝对是个帅哥 然而他已经无情地把门关上 我 看在你借我充电宝的份上 哼 情势丝毫没有稳中向好 后期 停电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偶尔也开始停水 断网 好在我有充电宝 食物 日用品也可以 但外面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缺水断粮 大批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政府的救援杯水车薪 一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 冒险出门寻找食物 更有一些人 不在压抑心内的邪恶念头 无视秩序 干脆上门抢劫 这样的结果就是 街上闲晃的丧失越来越多 普通人也很危险 窗外每一天都能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 听的人头皮发麻 不敢去想 我们小区还好一点 有时很新鲜 有时差强人意 宋菜侠我深藏公语名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有天中午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有人吗 粗利的男人声音 正在画一抹筋的我搜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起来 小心翼翼的靠近门口 从猫眼中望去 没有贸然回应 门口站着一个面向憨厚的大汉 一边敲门一边问 有人在吗 我平住呼吸 小心等待 男人皱着眉等待了一会儿 突然回头 没人答应 不可能 这家绝对住了一个小姑娘 就她一个人 我撞见过好几次 身后闪出另一个男人 我靠 一口脏话 差点从嘴里喷出 我立马反应过来 我遭遇了什么 这些人一定是看我就一个人独居 准备上门来打劫 丧良心的东西 我知道这是今天没法善了 向后退了两步 思考着对策 画个枪出来 把他们秃秃了 我算防卫过当吗 但是现在好像暂时也不会有警察来抓我 等等我好想不会画枪 正在胡思乱想时 门外的几个大汉开始砸门 我才发现他们是四个人 开门 再不开门 我们就砸了 我知道你在家 我冲到厨房 抄起一把菜刀 缩在门背后 咬紧牙齿 脑袋飞速转动 就在这时 咔哒一声 是门打开的声音 我头皮发麻 冷气直冲天灵盖 一秒钟后我发现 开的不是我的门 我赶紧趴到门上 紧紧挨着猫眼 只见门外 我神秘的邻居站在门口 仍然是那身 黑色连帽卫衣 和黑色长裤 都冒下露出 些许苍白的肌肤 你们很吵 邻居话语冰冷 没有丝毫感情 几个大汉 回头骂骂咧咧 哥 不如先收拾他 看他细皮嫩肉 家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没错 这种不爱出门的小白脸 家里一定有好东西 另外一个人附和 几人自顾自商量着 完全没有将邻居 放在眼里 只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神秘的邻居 面无表情地抬起手 我才发现 他手里拿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手枪 啪 领头砸门 那个男人 瞬间被击穿了半个肩膀 全场瞬间哑然无声 包括门内的我 舅舅舅 作为一个黑客 手里有把手枪什么的 很 很正常吧 俗话说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大哥再掉 一枪崩倒 邻居开枪的平静表情 吓到了找事的大汉 一分钟之内 这群人消失在门口 我终于不能装作 没在家的样子 上前开门 小心探出一个头 那个邻居 谢谢你 目光落在他手上的枪上 又赶紧收回来 他额尖的发遮挡住眼睛 导致我看不清他的视线 只感觉他可能注视了我一会儿 小心一点 沙哑的声音 说了好几个字 清清冷冷 十分好听 哦 我嫩嫩的硬程 内心吐槽 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我也很绝望啊 对方没在说话 利落转身 望着他的背影 我赶紧喊了一句 哎 邻居 你叫什么呀 我叫林雨 树林的林 雨天的雨 神秘邻居没有回头 丢下两个字 沈默 很好 虽然只听到一个读音 我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了这两个字 乍看上去很像沉默 太适合我这位邻居了 他爸妈真会起名字 我这位邻居 在我心中越发神秘 尤其是在楼道里 突然出现两个丧尸 被他冷静崩掉之后 我也回去仔细临摹 通过非法途径搞到了一把枪 但我不太敢开 秩序越来越乱 两天后 我们小区外终于能看到军人的身影 现在还能维持基础秩序 国家负了多大的心力 可想而知 我躲在窗户面前 望着窗外的军人 清除丧尸 运送物资 和末世小说不同 还没听说有什么异能 尽管有热武器 依然会有军人不时被丧尸抓闹 为了不变成吃人血肉的魔鬼 只能在占有沉痛的眼神中 平静的了结自己 双眼像被一万根针同时刺痛 我抱着平板用力咬唇 上天给我这金手指 绝对不是为了让我偏安易于 独善其身的 用力思考 纵览这么多年网络小说 升华危机大电影 丧尸怕什么 怕什么 头脑风暴 盯一个名字 突然蹦到我的脑海里 植物大战僵尸 虽然名字是僵尸 但和丧尸的行为模式就很像嘛 万一下猫碰到死耗子呢 墨世和丧尸这么不靠谱的东西都出现了 神必马良这种 只有小说里存在的金手指也出现了 我幻想一下 植物大战丧尸不过分吧 想到这里 我按大不住激动的情绪 赶紧从网上搜出一张豌豆射手的图片 对着各种练习 能画出七八分像才拿出平板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画了一把游戏里面可以产掉植物的铲子 另存为 一株脆生生的豌豆射手出现在我面前 没有僵尸时 豌豆射手是不吐豌豆的 望着在我面前摇摆着叶子 眨巴着眼睛的豌豆射手 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觉 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和豌豆射手无辜的黑豆眼面面相去 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然而是骡子是马都得拉出去溜溜 我得试试 这个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对丧尸有用 毕竟丧尸和僵尸还是很不同的 上斗的情绪逐渐退散 久违的智商开始占领高地 鹅 盆地 总之 晚上十一点 我穿着熟悉的黑色雨衣 怀里的黑色塑料袋装着摇摇摆摆的豌豆射手 袖子里藏着我搞出来的手枪 从安全通道又到小区一处没有监控的后门 虽然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人敢出门 但为了信息安全起见 我还是非常小心的 啪 第一次直面丧尸 啪 我抚摸着怀里豌豆射手光滑的大脑门 肉肉的 相当好摸 哦 讨题了 回归正式 射手凶啊 就靠你了 你一定要给力呀 不然我就只能抱着你逃命了 豌豆射手快乐地摇晃着 似乎在说你放心吧 还好隔着一道铁门 给了我一些安全感 丧尸闻到我的血肉味 开始疯狂抓闹 我强忍着撒鸭子跑路的欲望 揭开套着豌豆射手的袋子 上吧 射手凶 精灵球 哦不 是豌豆射手 开始巴巴巴吐起豌豆 豌豆打到肉体上的音效非常真实 倒没有游戏里那种 先掉胳膊再掉头的结果 一分钟以后 丧尸被穿出了一个 动 砰的一声摔到地上 三分钟后 地上倒了六七只丧尸 再也听不见那种喉咙里发出嘶吼声 我靠 大佬你太给力了 我激动的一把抱住豌豆射手 豌豆射手淡定的在我怀里摇晃着 我心潮澎湃 甚至还想抱着他 去把小区周围所有的丧尸都吐吐掉 当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 我脑海里已经开始回想曾经 看过的几本上交小说的套路了 该怎么把豌豆射手安全上交呢 这么想着 爬十二层楼都一点也不累了 我喘着气从安全通道出来 正撞见一个黑影 差点吓得我后退从楼梯上摔下去 是我的神秘邻居沈默 不知道在这里站了多久 我语气结巴 哈喽 你也睡不着出来散步啊 他沉默地看着我 很好 不用思考怎么上交豌豆射手了 我整个人都被上交了 就在半个小时前 我和沈默在消防通道门口狭路相逢 心中有鬼的我试图掩饰过去 然而沈默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寂静中 手上黑色的袋子动了动 我 那个 我之前某一买的向日葵 会唱歌那种 哈哈 我说着就要点点头 赶紧从他身边溜走 沈默却突然开口 我说过 啊 我傻傻回头 小心点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似乎叹了口气 我眨巴着眼睛 无辜地看着他 难道他知道了什么 可是我也没连他加WiFi呀 非客不可能这么作弊吧 沈默抿着唇看了我半晌 憋出一句 皮肤无罪 怀避其罪 语气平淡 却有一丝淡漠的关心 这是目前我见过他说过最长的句子了 然而我没来得及感慨他的声音 心里马上咯噔一下 这么说 肯定就是他知道什么了 喂 我啥时候暴露的 我的双眼里写满了我此刻的疑问 菜 很新鲜 不是志愿者送的 沈默接连说道 干 我就知道 是我草率了 一把摁住怀里动弹的豌豆射手 我咬牙 那个 等等 你怎么知道不是志愿者送的 明明就是 我皱眉 沈默不说话 我心里有个念头 那个 你是官方的人吗 黑客 哦 不对 白帽子 可是 你为什么有枪 你是便衣警察吗 给爹不休发问的人突然变成了我 看着他的反应 我确认了个八九不离十 望着他的眼神顿时变得亲切起来 仿佛又红小红帽的狼外婆 先让我确认你的身份 我就不对你撒谎 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沈默思考了一会儿 掏出一本证件 我 神秘大佬居然就住在我身边 沈默同志 我需要你的帮助 用你的权限帮我联系到 你能接触的最高级别的人 我手上有可以改变末世的东西 我一脸票贩子的奸商模样 于是 一个小时之后 我 沈默 两个穿着制服戴着手套的工作人员 面对面坐在我家客厅里 十分钟之前 我验证了他们的身份 确定他们绝对可信 同志们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东西 可能会颠覆你们的认识 但是不要震惊 也不要怀疑 这是一场梦 毕竟连丧失正不科学的东西都出现了 再出现别的什么东西也很正常 我严肃地看着他们 先发表免责声明 两名特殊部门的工作人员正金威作 专注地盯着我手上的东西 认真点头 沈默 则面无表情 我轻壳一声 一把揭开黑色塑料袋 摇摇摆摆的豌豆射手 出现在挤人面前 乍看起来像一个普通手办 直到豌豆射手眨白眼睛 摇晃叶子 两名工作人员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裂了 我 这个 不要看他现在看不出什么来 有丧尸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吐豌豆 直到把丧尸打死 那个 植物大战僵尸玩过吗 我尴尬地挠挠头 我真的没有说笑 事实上 他是我画出来的 八天前 我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个超能力 我拿出平板 展示给他们看 望着凭空出现的苹果 工作人员有一瞬间的猛住 但显然 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很快就对我说 李女士 您的能力对我们非常重要 可以邀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吗 我们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也会给予您相应的待遇 这就上交了 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好多 我点点头 没什么问题 工作人员转头 沈默同志 你也跟我们一起离开可以吗 组织非常重视你的安全 从头到尾 淡然坐在沙发上的沈默响了一下 点点头 于是 趁着夜色 我们坐着官方的车 驶离了小区 路上 我小小打开车窗 给工作人员展示了一下 豌豆射手的攻击能力 顿时 两人看我的目光灼热起来 李女士 非常感谢您对国家的帮助 我一阵脸热 下意识到 为人民服务 话音刚落 我尴尬的捂住脸 我得知了沈默的真实身份 搞半天 她是特殊部门的信息安全顾问 因为过于自闭 长期在家远程办公 毕业以后 当了半年社畜的我 留下羡慕的泪水 所以她家里才那么多 奇奇怪怪的机器 我也才会偶尔撞到神秘人 出现在她家门口 搞半天 她在我换红烧肉那天 就发现我都不对劲了 但一直没有说什么 甚至她家 有两台小型发电机 我感觉我那个充电宝换亏了 工作人员把我们 引到一间办公室 示意我们稍作等待 我注意到 沈默一路上 都在悄悄打量我 手里的豌豆射手 我心里起了一个坏主意 你想摸摸她吗 我像怪阿姨一样诱惑到 沈默没说话 目光悠悠 那个 你把冬帽拉下来 我就给你摸摸她 怎么样 没反应 我继续说服 哎呀 现在我们是内部同志了不是吗 就拉一下冬帽而已 反正这里也没有其他人 她肉嘟嘟的 很好摸 有点像多肉 比多肉厚实 你摸过多肉吗 一分钟之后 沈默拉下冬帽 灯光下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全脸 就 真的 好好看啊 脸很白 容颜格外精致 看起来像是一只BJD娃娃 眼珠漆黑 薄薄的唇微抿着 看起来很鲜小 丝毫看不出来 已经是27岁的男人 睫毛老长了 轻轻颤动着 有点不安的感觉 一岁敢扑面而来 看着她 我能脑补一千部电视剧 她清澈的眼神 执拗地盯着我 我赶紧把豌豆射手 递上前去 给你摸 她小心地伸出手 触碰一下豌豆射手的叶子 眼神不着痕迹地亮起来 修长的手很好看 白皙的肌肤下 透出一点血管的颜色 我 哦 怎么样 好摸吧 她没有说话 眼神却说明了一切 天哪 为什么摘下东帽 前后这么萌 我心里的老色胚 灵魂觉醒了 既然已经不要脸了 那就索性贯彻到底 那个 你的手很好看嘛 敲键盘的手 就是很好看哈 要不要我帮你看个手相 我矜持不时就得问道 话音刚落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一位有些年纪 十分威严的老人走了进来 我百分百确定他 听见我的话了 干 我想迅速画一扇任一门 从这里钻进去 好在 领导就是领导 根本没有提起 这件让我尴尬的事情 反而坐下 亲切地自我介绍 了解起金手指的事情 我坐得格外老实 虽然我不怎么看新闻 也是经常见过这位领导的 一边说话 一边深呼吸 然而大领导十分慈想 说话像极了长辈 对待家里的小辈 让我称呼 他陆伯伯就好 我也渐渐放下紧张 就是这样 我简单介绍了 我目前发现的 神笔马良的各种用法 陆伯伯连连点头 好事情 这对民众来说 是一件大好事啊 谢谢你 小雨同志 感谢你愿意将这个秘密 分享给国家 感谢你为人民做出的一切 为百姓鞠躬精粹的领导 对我说出这种话 我哪里受得起 实际上 谈话过程中 望着他头上的白头发 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末世以来 白了头的领导不知反几 面对这种人民公仆 我心中只有崇敬和惭愧 能帮到他们 真是太好了 国家机器的效率 永远无庸置疑 在国家的安排下 我很快住进基地 裸辞三个月后 不用卷生卷死 成功上岸公务员 拥有了一整个研究小组 组长是我 助理兼安全顾问沈默 副组长是一位美术大佬 我怀疑沈默近来是有原因的 干 真想叫陆伯伯 忘掉进门时听到的那句话 一失足成千古恨 但我才见识到 沈默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虽然话很少 整个研究小组 都在他的调动下高速运转 经过测试 这项特异功能 只能使用特定的那台平板合笔 且只对我有用 对别人无用 好在金手指给我开了两个后门 没有冷却时间 画好的画 通过另存为 可以无限生成 妥妥够用 我们对着植物大战僵尸研究了许久 终于选出几个典型的植物 豌豆射手 寒冰射手 双枪射手等等 我的绘画功力 更是在美术大佬的指导下 与日攀升 果然 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人来指导 在我们交流 试验创造出来的植物时 沈默就待在旁边 安静地看着我们 专注地盯着植物们 扑扑扑土豌豆的动作 自从在我面前摘下冬帽之后 他就很少戴上 我眼神开小差的时候 一往旁边伸 就能看见他精致的侧脸 长长的睫毛 小扇子一样 真是完美戳在我XP上的男人 无论是性格还是颜值 两个加在一起 我脆弱的XP被扎得千疮百孔 然而 那天的射死场面 仍然历历在目 嗯 惊心寡欲 沉迷工作 植物们的黑豆岩也很好看嘛 这些天 市里的主干道上 出现了奇妙的一幕 各个路口多出一株株植物 造型来自植物大战僵尸 一开始看见的 大家还以为是什么行为艺术 发上网嘲讽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觉得 植物可以大战丧尸吧 因为情势越来越糟糕 现在的网络偶尔会突然中断 恢复时间不定 在这个帖子之后 出现了第二个帖子 简短的符号 便可以说明发帖者的心情 点进去一看 是一段视频 拍摄者应该是从楼上的窗子里 把手机伸出去 远处好像有什么在发射东西 他拉大镜头 画面呈现在人们眼中 一只游戏里的 豌豆射手模样的东西 在不停喷射豌豆 靠近他的丧尸摇摇晃晃 半分钟后倒在地上 帖子下面一连串的国粹 和各种震惊的标点符号 这个现象 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不过目前还在逐渐有点当面 源源不断的扩散范围 多亏沈默写了一个程序 植入平板里 可以源源不断的另存 实现了批量生产 自动化果然是生产力 清理丧尸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是它源源不断 总是在有丧尸产生 丧尸也总是从一个地区 游荡到另一个地区 简直是春风吹不尽 野火吹又生 但现在有了一个7乘以24保安 而且不像游戏里面那样 丧尸不吃它们 这样有植物在的区域 一旦清理出来 就非常安全 唯一需要担心的 就是会不会有人绑架植物 把它带回家做私人保镖 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 沈默研制了一款芯片 嵌在植物根部上 只要植物被带回家 就会报警 当然群众也在自发监督 至少有植物在 人们不用再在家坐牢 或者提心吊胆出门了 植物们俨然成为新的全民团宠 敢在粉丝们的眼皮底下绑架植物 简直活腻歪了 释放出来的人力 则被分配到了其余紧急的任务上去 紧急救援 清除聚集的大型丧尸 经过小组的讨论 我们化出了樱桃炸弹 只是因为这东西一拿出来就会爆炸 出任务时必须得我跟着 玉米加农炮 倒是可以交给救援队伍单独使用 但是因为不清楚这东西怎么回收 怕盲目使用造成未知的影响 我们没有选择 对不起 但小樱桃一炸就没了 丧尸也跟着没了 真的非常好用 剩余的零散的丧尸 则可以放心交给人来解决 各项工作都在稳中向好的推进 一时间 丧尸带来的阴霾逐渐被扫平 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顾及到 但至少人们眼中有了希望 但我却失去了希望 暴风落泪 天知道 作为一个文职人员 我到底为什么要去做体能训练啊 对此领导的理由非常充分 小宇 你要跟着去现场出任务 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发危险 所以你必须加强训练 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是保全你自己 知道吗 好吧 领导说的一点也对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上一次这样的噩梦 还是在大学的800米体测 然而这两个东西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偏偏教官是领导专门找来的高手 任务要求全部设置在我的极限上 竭尽全力可以完成 刚好卡在体力和意志的上线上 一旦摆烂 教官就会用不赞成的视线看着我 好在被抓着训练的 并不是我一个人 沈默也在旁边喘气 但并不像我 传得跟狂奔了800米的狗子一样 他低垂着头 有点长的头发遮住眼睛 汗珠滴滴往下掉 薄唇微微张力一点点 表情依然那样平静 很乖的样子 和举着枪冷漠射穿上门 找世人肩膀的模样 形成鲜明对比 但就很反插萌 我大大咧咧地看着他 眨巴着眼睛 毫不吝啬眼里对美色的欣赏 沈默偏过头 举起瓶子 单手打开 清磋了一口水 他站起来 向我伸出手 近距离打量 视野里的手 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 骨节分明 但一点也不夸张 虽然长期敲击键盘 仍然骨肉停匀 没有像弹钢琴的手那样 骨节变形 皮肤是常年不见天日的白 青涩的血管 淡淡分布在上面 和本人一样清俊 我冲他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丝毫不客气地抓住他的手 借着力气站起来 明明沈默的手指纤细 握上去却十足有安全感 我眉眼弯弯 嘴上开始跑火车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真好摸 沈默嘴唇清敏 不自在地把手伸回去 我捂着嘴好笑 邻居 我发现你真的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沈默安静了一瞬 声音低沉 你想的 什么样 我 神秘黑客 冷漠大佬 沈默倾抬眼皮 似乎在问有什么不一样的 其实 你还挺害羞的 我轻渴两声 扫过他微皱的眉头 赶紧找借口跑路 这一身的汗 我洗澡去了 白白撩完就跑 真刺激 末世前的秩序 正在渐渐恢复 国家对外称 城市里的植物 是科学家们研究出的一种仿真生武器 并在新闻报道了 这些仿真武器 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虽然有脑洞大开的网友怀疑 这真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植物 穿越到现实 但大家玩梗归玩梗 都没有真的猜到异能上面去 这些日子 我们分秒必争 抢救出了之前陷落的几处大的聚居地 例如今天 我们接到的任务通知 丧尸灾情十分严重 即使救援队已经竭尽全力 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 我们已经形成了很默契的战斗模式 这些日子 我的训练小有成效 除了抱着平板扔樱桃炸弹之外 终于不再是个吉祥物 虽然大家还是坚持 把我护在最中间 地铁站的丧尸们被清除完毕 领队拿着喇叭喊话 同志们 我们是救援队 丧尸已经清除 请你们保持警惕 慢慢走出来 别害怕 我们带你们回家 角落里缓缓走出一些衣衫蓝绿 面黄肌瘦的人 身上穿着的 还是末世那天 出门上班或者上学穿的衣服 我不忍心多看 侧头一开视线 眼眶不住发酸 只有面对这些人时 我才真切地感觉到 这是在末世 还好 还好上天没有完全抛弃我们 小队的成员赶紧上前 从包里拿出水和食物 依次分给幸存者们 同时喇叭始终放着 希望躲藏起来的人可以听到 吃吧 你们辛苦了 吃完我们就带你们回家 一个瘦骨临寻的母亲 领着她的女儿 小女孩眼神木木的 嘴唇干裂 色缩着依偎在她身边 她抱着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深凹进去的眼眶 滚出一串泪水 脑袋一次次磕在地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没有放弃 幸存者们哭成一串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急忙上前把人扶起来 别怕 国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 别害怕 你们可以休息了 我望着这一张张 从绝望中活过来的面孔 突然觉得 我做的还一点也不够 我要更努力才行 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救 我喃喃道 站在旁边的沈默动了动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眼里含着泪光 望着眼前泪与爱交织的一幕 用力摇了摇头 还不够 远远不够 沈默迟疑了一会儿 缓缓抬起手 小心翼翼地放到我头顶 动作轻得像是一片雪花坠落 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我呆呆地看向她 她的眼神很认真 我开始非常努力 努力学习画画 努力和研究小组的人 分析新方案 努力训练 最直接的成效 就是我很快有了马甲线 不枉我那么辛苦 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陆伯伯很心疼 估计是担心我压力太大 不止一次找我谈心 小雨 你已经做得很好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剩下的要交给大家一起分担 明白吗 我疯狂点头 嗯嗯 我望着陆伯伯满头花白的头发 我知道 这个国家总是被他最勇敢的人保护的最好 我个子爱 靠个子高了 陆伯伯慈爱的看着我 好 这样想最好 你们还是小孩子吗 小雨有没有谈恋爱啊 我面色一炯 我还小 陆伯伯露出一个我懂的微笑 我看小沈就不错吗 我内心的小人无脸 果然 长辈总是这么关心你的感情生活 我就知道 那天推门进办公室 他肯定听到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心内吐槽了108句 我面上矜持地点了点头 是还不错 陆伯伯露出一个睿智的微笑 你们年轻人交朋友容易 好好相处相处 我老脸一红 突然觉得我好像一个勇者 国王陆伯伯说 勇者 我觉得你很不错嘛 等打败了巨龙丧尸 就把公主 沈默许配给你 以至于我出门看见沈默 脑海里下意识挠不出 他穿着公主裙 神色冷淡的模样 沈默 事实证明 等打败了巨龙 就把公主许配给你 就跟打完这场仗 回家结婚一样 是个flag 额尖的发遮住 沈默眼里的神色 他缓缓地给我诉说 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传统末世小说里的动物 植物变异不同 蓝星的变异 只体现在丧尸上 被咬中之后会失去理智 无意识渴望人的血肉 但采取攻击 仍然会死掉 虽然现在暂时解决了丧尸 却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病毒的传播和防止 也就是疫苗 沈默说完 顿了一会儿 对我说 所以 谢谢你 你救了很多人 天啊 他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一向冷清又沉默寡言的大美人 庄重地说着感谢的话 杀伤力完全可以想象 疫苗和守护的事情 现在可以交给我们了 我拍拍他的手臂 嗯嗯 放心 世界会好起来的 嗯 沈默点头 还有 我故意卖关子的 沈默安静地等着我说完 我脚狭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公主啊公主 勇者才不是只用言语 就可以感谢的哦 当然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疫苗搞到手 我想到了一个 很无厘头的损招 无厘头到听我说完之后 陆伯伯沉默了 陆伯伯 小雨 你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不过可能还是有点异响天开了 我抱紧平板 看着他连续熬夜的眼带 陆伯伯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我的语气很认真 陆伯伯看向沈默 小沈 你觉得呢 沈默坐在我旁边 点头 陆伯伯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你们试一试吧 我和沈默对视一眼 他从电脑上调出几张图片 其他疫苗的样本 没错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照着画出一个疫苗来 并且在上面写上几个大字 防丧失变异一描 这个想法是有些离谱了 没错 但既然弯豆射手都能对我画出来 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我双手合十 用力呼吸 在心里把所有的神佛全部念了一遍 拜托拜托 菩萨保佑 才睁开眼睛 在陆伯伯和沈默的注视下 颤抖着手拿起笔 房间里出奇的沉默 甚至听不到呼吸声 我抬头 发现陆伯伯也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还好 对上沈默平静的目光 让我跟着安静下来 线条开始平顺 十分钟之后 疫苗出现在平板上 保存 我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一只科技感十足 质感冰冷的保险箱 出现在我们仨面前 打开的箱子里 依然躺了疫苗瓶子 上天给我开的金手指 似乎有点大了 事件发展得非常快速 我们把化出来的疫苗 交给科研人员 实验证明 这只疫苗 确实对丧失感染有效 有足够的样本研究 从结果反推 在群测群力之下 我们很快研究出了疫苗 全民注射疫苗 收补变异者 恢复秩序 目前还没有研究出 恢复变异丧失的药剂 即使能够恢复 也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面对食人肉的事实 总之 经过混乱和悲痛之后 这个世界正在好起来 正在变成 我们无比热爱和想念的那个世界 在最开始 我只是想吃一碗红烧肉而已 没有想过 拿起笔的那一瞬间 这个世界会因为我带来 这么大的改变 真好 被称为末世的灾难 三个月结束 平板和笔被封存 我再次变成一个普通人 不同的是 我多出了一份 相当稳定的编制工作 房贷还完 还多出了一个 反差萌爆表超可爱的男朋友 沈默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目光温和地看着我 只有民起的唇角 暴露了她的心情 我发现 她真的很好懂 虽然总是面无表情 却都能从她的小动作里 读出她的情绪 我趴在她的椅背上 凑得很近很近 故意一错不错地盯着她 沈默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不是她的耳根微红的话 真的看不出她在害羞 哎 我仰起唇角 沈默 你的嘴唇看起来好软哦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 沈默愣住 嘴唇无意识地抿了抿 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抿嘴唇 软吗 我好奇地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眼里全是笑意 沈默的表情有些局促 丝毫不见刚才运筹帷幄 长驱直入敌人内部的模样 嗯 我促侠挑眉 沈默轻叹了一口气 头轻轻向前移动 那片薄唇迅速碰在我唇上 蜻蜓点水 转瞬即逝 软吗 她哑着声音问 表情十分淡定 只有两只耳朵红得要滴出血来 我摇摇头 沈默有一瞬间的僵硬 太快了 没感受到 让我再试试 我凑上前去 果然很软 我还是喜欢这个世界